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名字是我给你起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东华的语气都明显颤抖了 白滚滚抵触地推开了他 你胡说 名字都是爹娘起的 我都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是你给我起名字 你胡说八道 眼见这白滚滚都要发脾气了 墨城赶紧拉住了东华 东华 有什么事吃了饭再说吧 孩子饿了一路了 先吃饭 是啊 是啊 我们也饿了 赶紧吃饭吧 这菜凉了就没胃了 你说清楚 你凭什么说我的名字是你起的 还有你的头发 你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要染白头发 琳琅有些萌 这孩子怎么关注点这么奇怪 他管东华的头发做什么 东华颤抖着手 解开了白滚滚的斗篷 果然 帽子底下 那个小家伙也如他一般 满头银发 你的头发 是生来就这样吗 白滚滚心思细腻 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人身份不简单 他比触地推开了他又戴上了帽子 不关你的事 你走开 白针还在叫阿里扎针 阿里学得很快 动作也很标准 没错 就是这样 做得很好 舅舅 你的医术真高明 虽然阿里没有任白浅 可是其他人 他还是按照备份逐层称呼的 我的还不好 有个人更厉害 是什么人 我可以拜他为师吗 他不见了 若是以前 我定能让他收下你 是舅舅的朋友 是我毕生知己 阿里对桃林的宁人 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每次来学习他都会去摸摸看看那些宁人 喜欢吗 喜欢 很漂亮 舅舅的手艺真好 一直都是捏的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是啊 虽然他们形态够不相同 但是从没眼就能看出 舅舅捏的是同一个人 白针听着阿里的话陷入了沉思 连小孩都能轻易看得出来 真有那么明显吗 舅舅 这儿这么多宁人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吗 四千零一十九个 这数字倒是好记 如何好记 四零一九 不就是谐音思你依旧吗 阿里对话字字句句 扎进了白针的心里 之所以令他这般震撼又难过 或许是阿里讲的每个字都恰如他所想吧 只是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他的心 是被一个小孩子给戳穿了 舅舅 我得回去了 白滚滚还等着我吃饭 我送你 不用了 这条路我走了好多次 闭着眼睛都能自己回去 路上小心 舅舅再见 阿里这孩子 白针真是疼到了骨子里 真是小五的孩子 二哥又说他像那个人 或者 这也是白针比起白滚滚 更加偏爱阿里的缘由 白滚滚还在跟东华僵持 二人谁也不肯让着谁 陌晨 怎么办 这孩子也不是好惹的 东华就更难惹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溜出去 让他们自己去闹腾 这孩子可聪明了 一会儿逃走了怎么办 放心吧 我加了好几层结界 除非我答应放人 否则谁也别想走 陌晨和琳琅一起走到了门边 刚要开门出去 白滚滚一道光打了过去 把门给锁死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凶 算了算了 回去坐着吧 陌晨看了看白滚滚又看了看东华 这父子俩还真是像极了 这可不是你的家 弄坏了别人的东西是要赔的 要赔也是你赔 是你把我骗到这儿来的 我怎么骗你了 不是你自己愿意跟我来的吗 如果不是你花言巧语 我怎么会被你骗来 这儿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桌子和床都不是蛋糕做的 河里也没有烤鸭油油 你骗人 东华心中亚裔又欣慰 这孩子可不是关注点不同 他就是故意再转移话题 谁说我是骗你的了 只要你需要 我马上就能给你弄到蛋糕做的桌子和床 不必了 我要回家了 天黑了 白滚滚走了两步 见东华没有拦他 不禁有些诧异 然而 他刚走到门边就出不去了 你是故意的 你故意骗我来这儿 想要把我关起来 是不是 这门方才不是被您所死的吗 你怎么反倒冲我发脾气了 谁知道是不是你动了手脚 我还能把自己给关起来吗 怕是若风只教了你如何困住别人 还没想着教你如何打开吧 想来这是让你防身用的 你倒好 拿来攻击别人 现在好了 自己也别想出去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过来吃饭吧 一惠儿菜都打翻了就没得吃了 白滚滚有些尴尬 确实如此 他的确是忘记怎么打开了 可是这惠儿天都黑了 再不回去顾姥姥会担心的 还有阿黎 他找不到人也会担心的 过来吃饭 东华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椅子 冲白滚滚勾了勾手指 墨尘和琳琅都看呆了 白滚滚折腾了这么久 也确实有些饿了 吃就吃 反正是他强迫自己吃的 也不必考虑着给钱 我告诉你 这是你强迫我吃的 别想着我会付钱 不用付钱 你随便吃 想吃什么都可以 我来给你推荐一下吧 这个鸡吃好吃 还有这个凉拌莲藕 这个鸡肉土豆也还可以 真的好吃 保证好吃 同所无期 东华重新给白滚滚拿了一副碗筷 白滚滚把他们推荐的每个菜都加了一点堆在了碗里 尝尝看 不难吃 白滚滚咬了一口鸡肉 真的好香 外酥里嫩 还有这个土豆也已经熟透了 鸡汤的味道完全融进了土豆里面 吃起来非常香糯 怎么样 没骗你吧 好吃你就多吃点 还多的是 一会儿吃完了我再去给你做 白滚滚越吃越好吃 最后也不拘谨了 自己家菜去了 每道菜都尝了一点 都很好吃 味道怎么样 评价一下 味道很好 琳琅还在期待着白滚滚的长篇大嫩的表扬 然而 白滚滚却没有打算再说话了 没了 就这样 没了 就这样 真是跟他爹一个死样子 除了这张脸长得可爱些 其他都不可爱 琳琅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表扬 心情有些失落 撇嘴看着白滚滚 你夸人就不能多说几个字 因为我和你们不熟 琳琅差点一口水噎死 这孩子真是气死人不长命啊 想办法吧 现在我们困在这儿出不去了 别看我 这儿我修为最低了 我也没办法 我要是能出去 刚才就走了 大家一起看向了东华 东华面不改色地喝起了茶 他更不着急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都看看白滚滚 何乐不为 你有办法吗 你在和我说话吗 办法自然是有的 不过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害了我 害得我都回不去了 你凭什么不帮我 我们认识多久了 今日初十 关系很好吗 就那样 既然你我又不认识又不熟 关系还不好 我凭什么耗费修为帮你 是你回不去又不是我回不去 我家就在这儿 住个十年八年也要不死 你真的不帮我了吗 我娘亲会担心我的 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又不乖 让她重新捡一个不就好了 就算是重新捡了 也是不乖的 是别人不要了的 哈哈哈哈 琳琅听着他们的对话 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父子俩 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琳琅 我柜子里还有一盒好茶叶吧 趁着水还没凉 泡茶吧 肠叶慢慢 难熬 好 等着 我去拿 现他们都不急 白滚滚急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